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美国民主党对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参选总统的支持 随着拜登总统的权力支持 哈里斯在特拉华州的竞选团队演讲中展现了他的激情和坚定决心 他利用自己作为公众检察官的经验 强调他了解唐纳德、特朗普的类型 并指出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政策对美国造成了严重伤害 哈里斯呼吁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为美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他的演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支持 很多人表示对他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愿意为他的竞选活动贡献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近期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卡玛拉哈里斯副总统宣布参选总统 并获得了民主党的支持 这篇文章来自德国之声 Deutsche Vella提供了详细的报道和分析 接下来我们将复述文章的内容 并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论 在特拉华州 拜登竞选活动的总部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 宣布他将参选总统 他的演讲充满了激情和决心 展示了他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公职人员的领导能力和对未来的愿景 哈里斯提到 他作为公职检察官的经历 帮助他更好地理解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政策对美国的影响 他认为 特朗普的领导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并呼吁大家团结一致 为美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在他的演讲中 哈里斯强调了他在公职生涯中 面对的各种挑战和困难 这些经验让他更加坚信自己有能力应对未来的挑战 他呼吁选民们支持他 共同努力 改变现状 带来更好的未来 他的演讲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支持 许多人表示 他们对哈里斯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并愿意为他的竞选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首先 从政治背景角度来看 哈里斯的宣布参选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当前 美国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挑战 包括疫情后的经济复苏 种族不平等问题 气候变化 以及国际关系的重塑 在这种背景下 哈里斯的参选不仅意味着民主党在寻找新的领导人 同时也代表着一种对现状的不满和渴望改变的呼声 他的竞选活动得到了拜登总统的支持 这显示出党内的团结和一致性 拜登的支持 无疑为哈里斯的竞选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也让他在党内的地位更加稳固 从哈里斯个人的职业生涯来看 他的背景 无疑为他增添了不少分量 作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前总检察长和现任副总统 他具备丰富的执法和行政经验 他在职业生涯中处理过许多复杂的案件 积累了丰富的法律和政治经验 这些经历无疑为他的竞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使他能够在竞选中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方案 他在演讲中提到的挑战和困难 进一步凸显了他的坚韧和决心 从竞选策略角度分析 哈里斯的演讲充满了情感和号召力 旨在激发选民的共鸣和支持 他在演讲中强调了团结和改变两个关键点 这是当前美国社会所迫切需要的 他对特朗普的批评也是 他竞选策略的重要部分 通过对比自己和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政策 哈里斯试图向选民传达 他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巩固 他在民主党内的地位 还能吸引那些对特朗普不满的选民 从舆论反应来看 哈里斯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许多媒体和评论员认为 哈里斯的参选将为美国政坛带来新的气象 他的领导能力和决心得到了广泛认可 然而 也有一些批评声音 认为哈里斯的竞选能否成功 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比如 他是否能够有效应对竞选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 能否在党内初选中脱颖而出 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选民角度来看 哈里斯的参选 无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 当前美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来解决 哈里斯在演讲中提到的团结和改变 正是许多选民所期盼的 他的多样化背景和丰富的经验 使他能够更好的理解和回应不同群体的需求 他的竞选活动得到了许多选民的热烈响应 这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赢得了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从国际角度来看 哈里斯的参选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作为美国的副总统 他在国际事务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的竞选活动不仅关系到美国的未来 也将对国际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许多国家都在关注他的动向 希望通过他的领导 美国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 卡马拉哈里斯副总统宣布参选总统 标志着美国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的参选不仅是民主党内部的一次重要调整 更是美国社会对变革和进步的一次呼唤 他的领导能力 丰富的经验和坚定的决心 使他成为一个有力的候选人 无论结果如何 哈里斯的竞选活动都将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将继续关注他的竞选动向 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和分析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民主党支持哈里斯参选总统 反映了党内对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的高度期待和信任 哈里斯在特拉华州拜登竞选总部发表的演讲中 展现出了他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决心 他利用担任公众检察官的经验 指出自己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特别是他对特朗普领导风格的批评 更表明他希望改变现状 带来新的政治方向 卡马拉哈里斯 作为美国首位女性 非裔和亚裔副总统 自2021年上任以来 一直是民主党的重要人物 他的法律背景 和在加州担任检察总长的经历 使他在打击犯罪 推动司法改革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这些经历 不仅让他在政治舞台上 拥有较高的声望 也使他在民主党内部 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这次演讲中 哈里斯强调了他的未来愿景 特别是对于如何应对 特朗普政策造成的影响 他批评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政策 指出这些政策对美国社会 经济和国际地位 都带来了负面影响 他呼吁大家团结一致 共同努力 实现真正的改变 哈里斯的演讲 赢得了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这显示出他在民主党内外的受欢迎程度 许多支持者表示 他们对哈里斯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愿意为他的竞选活动 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种支持和信任 是他未来竞选总统的重要资本 总体而言 民主党支持哈里斯参选总统 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 也是希望他能够团结党内外的支持者 共同应对未来的挑战 推动美国实现更加公正和繁荣的未来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奇奇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奇奇 哈里斯的演讲真是热血沸腾 他的检察官背景 让他具备了独特的领导能力 比起特朗普的商人身份 哈里斯更能理解法律的运行 这一点可是至关重要 美国需要一个能够真正维护法律和秩序的领袖 而不是一个将法律视作障碍的人 再看看数据吧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 超过70%的美国人 希望看到更强的法律和秩序 另外 哈里斯的多元化背景 对于代表所有美国人的利益 也很有帮助 啊 楚天书 你是说那位曾经因为无辜人入狱 而被批评的检察官吗 哈里斯可不是这么完美的王牌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哈里斯作为检察官的记录相当有争议 特别是在对待少数族裔和毒品案件上 不过 这些是似乎都被巧妙地淡化了 至于特朗普 无论如何 作为商人他至少能够在经济上带来一些活力 在他任期内 股市可是一路飙升呢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失业率在他任内也曾降到50年最低 谢琪琪 这就像说一个医生开错了药 但至少他还能让患者的心情好一些 哈里斯在检察官时期的某些决策可能有瑕疵 但这并不代表他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总统 他可不只是个检察官 还是个参议员 他在参议院的经历也让他更懂得如何处理国家大事 而且 特朗普的经济成绩也不是那么光鲜 这些年来 国家的财政赤字可是一路飙升 2019年达到了近一万亿美元 这样的成功 代价可不小 楚天书 我们还是来点幽默吧 哈里斯的参议员经验 就像是你说过包子好吃 但你从来没真正做过 他在参议院的表现也不见得多么杰出 再说了 特朗普的经济策划至少激发了小企业的活力 根据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 NFIB 的数据 小企业信心指数在他任内达到了历史高点 而哈里斯的政策 特别是他支持的高税收政策 恐怕会让这些小企业主们哭笑不得 你敢说 这样的政策不会让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